这波疫情令到公立医疗系统爆煲 私家医院完全好像自身事外 早前连普通上呼吸度感染的非新冠病人都落宅 免地加免税 虽然施院说早期政府表示无需他们帮手 不过没理由在疫情之下仍然无动于冲 终于在社会猛烈炮轮之下低头 以截牙膏式接收新冠病人尽回社会责任 不开心 怎样不开心呢 不帮有需要人事 不太好 你觉得怎样不好犯 其实私家医院建训时 我想政府也有津洁给他 除了很多资源都不是选择选择人来医 其实应该不对 因为应该其实都是医疗体系 应该要帮香港政府对抗疫情 究竟现在私家医院 收治新冠病人方面的安排是怎样 我们就向几间私院查询过 想问一下家人有点不舒服 如果想过来的话有什么需要做 预约 有什么不舒服 有什么不舒服 有少少发烧 喉咙有点痛 可以来看 可以来看 好 有没有进来之前要再挽多次鼻子 还是怎样可以来看 不用 看完之后看医生是否要多次 要有什么抽血 如果七日后 已经连续两个RAT 都是可以出街 那就可以过来看是吧 好 好 不过有观众就向我们表示 他去私家医院看症就遭受到不礼貌对待 观众张小姐指他早在2月27日确诊 3月11日的核酸检测报告已经呈现阴性 当日他因为气管不适 去到圣德勒杀医院求医 谁知被对方拒绝 我气过不说服他说你要送呼吸德感染 我们不太好 我说我有24小时的核心警察 他说你有没有感染过 我说有 我有没有说谎的 那我说我感染了 但是你日差后感染的 到现在他说你不是过14天 他说我就不给我 我觉得他的口不仁道 张小姐虽然之前确诊 现在已经打了2针 既然核酸已经是阴性 身上应该并无病毒 他有真金白银负款 为何阮方拒绝应诊 我们尝试以病人身份向阮方查询 这些症我们暂时未看得到 什么原因?上呼吸吗? 是的,没错 中了的 但是第10天已经有核酸报告 要多少天? 第10天 5天之后 是的 但是如果来到的话 不能呼吸也没办法? 没办法,我们暂时不看 是的 私家医院虽然有既定政策 但是张小姐就说 这种做法真的不近人情 所以我很生气 很生气 是他拿了政府很多资源 然后呢 之前那些议员说出来 那些地隔 政府已被停的 都给他们 还有他们那些税 都是很便宜的 你拿了政府这么多资源 一旦你还拿出来